今天上午的9点19分左右 位于哈尔滨市雪府路附近的国润家世城发生火灾 发生火灾的国润家世城是一栋五层的建筑 被称为黑龙江家坊第一城 事发后当地立即展开救援工作 目前火势初步得到控制 有关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 正在现场采访的本台记者王岳君 岳君你好 现在这个大火被扑灭了吗 还有起火的原因是什么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现场救援的最新情况 大家从现在这个现场的情况就能够看到 消防人员正在紧急的施救 刚才从我们镜头前刚刚过去 大家也可以看到 整个现在这个所谓的家坊第一城 完全笼罩在这个烟雾当中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上风口 因为另一次没有办法来进行连线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五层 刚才那个用这个举高车 将那个窗户打开向里面打水 由于那个烟雾过大 人已经撤下来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五层 那个窗口那个地方 还有很多的烟和雾向外面喷出来 另外在这一侧 我们也可以看到 像它这个门脸都已经烧焦了 这个楼一共是五层 主要是卖家庭的床上用品的 主要是集中在一层和二层 今天早上的9点19分发生了火灾 由于这个火灾是逐渐的蔓延开来的 所以人员进行了相应的疏散 并没有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接到人员伤亡 这样的一个消息 这个大楼呢 一共是两万一千九百多平米 过火面积呢 是达到了一万多平米 现在的火势呢 基本上得到了控制 今天上午呢 在9点19分得到这个火清之后呢 哈尔滨消防部门呢 是出动了呢 20个中队 一共呢是95辆 像这样的这个消防车 另外呢 派出了400多人来进行这个施救 到目前的火势呢 初步得到控制 再次进行这个施救